大部分有幾好幾位在質疑法律方面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有認識 那是不是就綜合線了 不要針對哪一個 誰要屬於法律方面的麻煩 你幫我們綜合線 等一下 我要抗議當主持人說 他們講完 下一個就是我 那不是說最後 因為我剛剛聽到說 沒有沒有 他有口頭承諾 所以我一直在等 我每次去守 對對對 因為我剛才有問說有沒有第一次 然後要等到沒有第一次 然後也沒有 他還有沒有人 我每次去一手啊 好好好 我想這樣子 基本上我剛剛聽到 我沒有 他說你是最後一位說 我才拿麥克風 對不起 您不要誤會 我沒有誤會你 我現在是說我這個權利位子 快來整區 有有有有 那一樣三分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首先我要表達了 我也感謝慈濟這麼用心頒這個會 那至於大家剛剛講慈濟 這個善的一面 慈悲的一面 大家都認同沒有人管對 但是大家焦點要清楚 我們回到這個案到底可不可以 那我個人很欽佩我們核發言人的專業口才學識 甚至到哈佛演講 這我非常的欽佩 也是學習的對象 但是剛剛他話中提到有一個部分 可能我跟他有點出入 GDP的部分 百分之5% 是全美國的5% 台灣的實際佔台灣幾% 法國山幾% 國幫山幾% 我不曉得 這是身為一個NGO NPO組織 對於社會的責任跟義務 本來就應該要做了 跟這個案子不能相提並論 也不能拿到這裡 因為這樣子可以用這條27條第一項第三法 有經濟的需求要來開發 我覺得什麼叫價值跟良心 就在於民事歸變善惡 我叫這樣的價值核心 希望慈濟也能夠思考 我絕對支持慈濟做的善事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法上能不能做一個解釋 因為剛剛我們的居民講得很好 大家都不懂法 我也不懂 我是因為關心這個事情才去了解的 那基於這個法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釐清清楚 給大家一個交代 剛剛很多的訴求就是 怎麼樣能夠給大家安全 環評 無益的在這邊生活 那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希望這一點務必正面的回應 謝謝 感谢观看